大家好我是商周的慧群 懂商业看商周 这礼拜我们想要聊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产业 建车 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很难叫车 明明平台越来越多 轿车软体也都很方便 可是为什么 小黄越来越难叫 甚至有时候加钱也叫不到呢 其实这背后是有一个国际级的商站正在演变 先透露一点资讯 你知道吗 以前台湾人路边拦车的比率超过六成 结果疫情之后呢 路边拦车仅剩三成 其他都是用轿车的 今天看完这支影片你会知道 一 为什么建车越来越难叫 建车这个过去很在地的产业 现在已经变成要打数据战 提高用户转移成本的科技业了 二 为什么各大车厂甚至很多国际平台 都争相投入建车产业 高频数据是什么 到底怎么变现呢 三 如何透过组合高频低价与低频高价的产品 创造出获利性更高的商业模式 不在建车行业的你 也一定要懂得高频低价策略 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人宁愿叫车也不愿意买车 商业院策略所所长朱浩告诉我们 不少民众在疫情期间呢因为担心染疫 少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改搭私密性较高的这个建车 结果一搭之后发现建车的好处 即使现在疫情已经消失了 还是游奢入检难 留下这个习惯 而且乘客的行为呢也已经改变了 使用App轿车已经取代了路边招手 摊开建车龙头台湾大车队这个财报数字呢 我们可以发现 2023年的乘客人数比疫情前的2019年大增了三成 营收尽力也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这好像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轿车平台越来越多 建车却越来越难叫的问题 这几年台湾的建车轿车平台呢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除了原本的这个台湾大车队 Uber 玉龙旗下的Line Go 和泰旗下的Yoxi 也加入了战局 今年2月的时候呢 Yoxi宣布和Uber结盟 在Uber的平台上面的就能叫到Yoxi的小黄 甚至连欧洲轿车平台巨头Bolt 也基于台湾的市场 正公开招募台湾总经理 但其实你轿车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同时 也代表着 计程车司机能接到的客人的平台也变多了 各方抢劲让司机更敢代价而沽 台湾呢 目前有约9万1000名建车司机 现在他们成为各大平台撒补贴 积极争取的对象 最常见的呢 就是入对奖励金 一加入就可以获得上万元的奖金 如果你每周累积到一定的抗数呢 也会再给予另外一笔奖金 你搭车的时候仔细观察 其实很多的司机他身旁都有 两台以上的手机 这代表他可能同时接 两家以上平台的派遣任务 核泰汽车MAAS 先进策略本部长 武品聪告诉长周 消费者会开3个APP轿车 司机也会开3个APP在接单 而且选择对他最有利的这个派遣任务 哪个平台给他的补贴最多 就接谁的任务 这导致呢 尖锋时刻 各平台的这个媒合成功率 其实是大幅的下降 从正常的9成以上呢 现在掉到只剩6、7成 而且你知道吗 像Uber这种浮动费率的平台 如果司机们联手合作 就可以造成需求不足 促进价格上涨 例如呢 在尖锋时间 或者是下雨天 我们彼此约好 一起下线不接单 等到公不应求 导致费率上升之后呢 才上线载客 于是各大车队就开始 积极 推出各种方案 来用力的抢人 例如呢 在2020年 Yoxi刚成立的时候啊 他就推出了 前500名入车队的这个队员 终身免收月租费 派遣费 Uber呢更从司机的通路下手 原来新司机开始跑车前 必须先向车行申请营业牌照 车行也会推荐新司机加入熟悉的车队 Uber呢 就锁定了这些车行 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每推荐一名司机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一笔佣金 于是很多车行 改帮Uber招募司机 以前司机的地位呢 是相对弱势 但是现在 9万多名的这个问奖 根本行情看涨 LINE GO的营运长 陈国强就说 各平台都把司机捧在手上 这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 不过光是这样还不够 想留住司机跟乘客 必须提高用户的转移成本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台湾大车队母公司 55688 集团执行长林念真 就告诉桑州说 原来司机不接受 媒合的原因 除了司机会跨平台接单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既有的派遣系统 它是根据司机跟乘客这个距离远近 进行的媒合 但是这有一个盲点 例如说一个司机 他离乘客算只有100公尺 可是如果乘客在后面的话 你就要再回转 有些司机就会直接弃单 所以大车队呢 他就根据GPS数据 算出每辆车行进的这个方向 提高司机的接单意愿 另外呢 东南亚轿车平台Grab 或者是Uber呢 都有对司机和乘客 做出非常深入的研究 例如在尖峰时段呢 他们的系统会算出一个 精准车资 让不想塞在车阵里面的这个司机呢 愿意载客 也让急着想要搭车的乘客 可能多付钱 当司机的生意变多了 乘客也比较容易叫到车的时候呢 双方对平台的依赖就越来越深 转移成本呢 就会越来越高 简单的说 林念真就告诉我们 现在竟然车的竞争 数据的分析 解读能力 决定了胜负 那想尽办法抢人 难道这些平台在意的是车资吗 当然不是 他们着眼的 是竟然车消费 产生的这个 高频数据 这些数据呢 的运用面非常的广 首先他可以来做 精准广告投放 例如Uber获利的来源呢 除了向司机 搜寻派遣费之外 广告占其 营收的比率呢 其实也逐年在上升 大车队也在研发 电车后座这个车机广告 如何根据乘客的喜好 做到客制化的这个 精准投放 原池大学中生教育部主任 吴向勋 就跟我们说 民众搭乘电车的 频率非常的高 可以堪比在 电商 超市 超商购买东西的这个频率 而且随机性越强 统计上的样本 样本越随机代表性越高 而任何行业只要创造一个高频的消费 就能搜集数据 经过分析归纳后呢 再卖给广告服务商变现 例如有一家专门卖母婴产品的这个电商 他会搜集很多妈妈们的这个数位足迹 然后呢 把这些数据再卖给Google Google的演算法就会推测 其中有哪些人的数位足迹呢 和这些妈妈们相似 代表这些人可能也是母亲 便可以向他们推播母婴产品广告 提升这个行销的精准度 那第二个呢 就是打造全方位的这个交通服务生态系啦 现在全球车厂都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当人们不爱买车 该怎么样维持利润呢 怎么从卖硬体转变成卖服务呢 和泰玉龙的解方式 打造一个出行服务的平台 也就是Mobility as a Service 他的逻辑是 从你出门的那一刻起呢 就有不同的交通运输工具可以选择 从建车 捷运高铁 共享单车呢 无间断的把它载到目的地 而且所有的预定行程安排都可以在手机APP上面完成 但你要打造一个民众都爱用的全方位出行APP 前提是 你要洞悉预判消费者使用的这个需求 而数据 就是关键 例如一个人喔 他每天晚上10点 从不同的这个高档餐厅搭建车回家 演算法他就会推测啦 他应该是一名常常应酬的白领工作者 会透过APP呢 推荐他高档轿车共享的服务 而且 还可以和广告商合作 推播这个饱干药的广告喔 最后就是马斯克 预计在今年推出的这个Robot Taxi 自动驾驶介绍车啦 全球多个城市喔 正在试验自驾介绍车服务 虽然呢 遇到了不少的难关 可是这是各大车厂 或者是科技巨头 都想要抢先掌握的商机 而当自动驾驶时代来临 无人车要更聪明安全的行驶 也必须仰赖 计程车的海量数据 工研院就预估说 到2030年喔 全球的这个自驾车市场的规模呢 会达到8000亿美元 而自驾车所需要的这个行车数据 关键来源之一就是 每天在街上奔走的计程车 这也解释了为何从 丰田 现代汽车 等大型车厂 到Google 微软这些科技巨头 都投入计程车产业 在中国更是有300多家轿车平台在彼此厮杀 正是因为建车消费产生的数据 是通往上兆美元商机的敲门转 谁都不想让别人接足先登 你有觉得现在轿车变得很困难吗 以后可能一个APP就会搞定所有的交通需求 你还会想买车吗 你怎么看待以后实际住行 都是数据主宰的事件呢 讲到这边你可能会觉得 刚刚我们讲的几个例子 好像只有车内广告比较有改 其他的好像都很遥远 其实你错了 他的业者甚至已经开始打造 全方位的出行生态系 去年 LINE主动找上育龙 联手推出LINE GO就是一个例子 LINE GO的营运长程国强就告诉商周说 LINE有380万的电车用户 让育龙能从小黄的搭载数据中 找出会购买其他服务的潜在客户 提炼出更大的价值 打个比方 一名住在新竹的用户呢 他每天搭电车网版逐科 偶尔也会搭电车去机场 代表什么 他可能是一名商务的人士 那系统就会推算 他下次大概什么时候会出国 然后呢在他出国之前 就主动推荐他机场接送的这个服务 电车呢是高频的服务 那机场接送呢是低频的服务 但借由这样子的串联 把高频消费带动低频消费 也让育龙的这个出行平台 更加的活络 而育龙的对手何泰 他同样也在打造MAAS平台 他们去年成立的去去 旅游规划平台 更全面的服务用户 创造高频交易 例如说民众他先搭Yoxi的小黄 到了火车站 到了目的地之后呢 再使用Iran组车 而Yoxi和Iran 接采用丰田的汽车 所以呢这样子就可以让用户 体验到丰田的汽车 促进购买的意愿 等于用旗下的这个高频低价 搭车服务呢 去带动 低频高价的售车业务 这个高频服务带动 低频消费的策略 其实现在很多的产业都在用 举例来说 去年法国奢侈品集团开云 他就砸了20亿美元 收购了英国的这个小众香水品牌 当然啦 全球香水市场快速成长的是收购的主因之一 但是背后也有高低频商品互相拉抬的这个考量 你想想看喔 相较于手提包 香水呢 虽然这个单价很低 但是他购买的频率却很高 精品品牌呢就可以从消费资料中 找出有机会购买手提包的这个顾客样貌 例如 某人他爱好适合出席正式场合的香水 那你就可以推荐他典雅高贵风格的手提包 那如果说他是偏好小众风味的这个香水呢 就可以推荐他前卫潮流的手提包 又例如 珠宝品牌Tiffany 去年底在星光三月门市隔壁 开了一间咖啡厅 你觉得 Tiffany是真的想要靠咖啡来赚钱吗 他的目的除了导客 也可以洞察分析被导入客人的这个样貌 例如有一位很少购买Tiffany珠宝 但来咖啡厅消费的客户 如果他顺道逛门市并购买珠宝的话 你就可以分析这类消费者的样貌 他第一次购买的商品是什么呢 在哪个柜位停留最久 再用这些资料去优化服务体验 你的公司卖的是 低频高价还是高频低价商品呢 如果两者都有的话 快点留言告诉我们 你们是怎么样创造纵效的呢 大家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 都可以参考资讯栏里面的连结 有我同事非常精彩更详尽的报道 如果你对今天的影片有任何想法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的话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 然后开启小铃铛 我们很需要大家的支持哦 我是商周慧群懂商业看商周 我们下集见了拜拜 拜拜